我们今天的重点 我还是把后面带一下 就是我们是做教育的专业人员 那所以其实你如果要升级 你自己就心里面你要知道这一件事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层次 所以你要先知道你的层次在哪里 就像我们在做教学 教学其实也是有层次 初级老师什么都不会 那我就照表操课 照教学指引上课 等你熟悉到了一段的 你是老手老师了 你就会根据学生的需求 根据你所看到你所想的 你的核心能力就会去变化 就会精进你的教学 等你再更厉害一点 这教学里面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把我想要教孩子的核心是什么 把它体验出来 那你一旦可以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那万物都会为你所用 不管你用什么工具 你都能够教到你要教的那个核心 这是更厉害的地方 重点是你要把学生的智慧 你要教的是那个智慧 而不是教的是那个知识 知识考完试就没用 就丢掉了 但是他如果借着学你知识的过程中 把智慧体验出来 他一辈子都有用 我们要当的是这样的老师 那所以但是呢更厉害的是什么 你要让他开悟 开悟 那开悟就是从此不需要别的老师 你可以自己想通一些事 你知道说 当我要学一个新的知识的时候 我必须怎么样去处理 你就会有你自己的步骤 你的方法 甚至你会创新出一些新的方法 然后所以你会知道说 原来我以后我在学任何事 我都先知道层次在哪里 有哪些层次 当我知道有这些层次的时候 我就会知道说 我现在在这里 所以我要从这里往上跳 我应该要学的是什么 怎么看到核心 怎么利用核心去做教学的延伸 那我如果在这里 那我要学的就是什么 怎么去自己能够开悟这个方法 所以你要先有层次 先知道层次 你才能知道你在哪里 好啊 没有说哪一个好哪一个换 他都是循序渐进的 所以我们创课一开始 你看科技领域一直都在教技术 对不对 教工具教技术 你们现在学AI 大部分的课也都是在学工具技术 然后等到这个工具技术很 大家都普遍普及了 会到一个阶段 就会有人开始思考 那我是应该怎么样去设计课程 改变我的教材教法 然后工具其实不是重点 更重点是我的教材教法怎么弄 然后等到你有这个层次了 我就必须要训练学生 如何去把核心给体验出来 我上课上了那么多东西 其实我要叫你练的只有 知识行这个心法 那个就是核心 你只要会这个核心 你将来就会终身至谷成长 所以我就是把那个核心体验出来 然后之后再往上提升 所以他没有好坏 就是现在在哪里 那我要怎么往上爬 你必须知道你在哪里 你才能知道怎么往上爬 但是你没有办法从这里直接跳到这里 因为层次不够 能力不够层次不够 不能这样跳 所以受之鱼 就是我给你鱼 就是现在教育的状况 我一直教你知识 那个知识 如果你以后不当捕鱼的人 就没有用了 那所以不如受人以鱼吗 我刚刚讲的 如果他以后是捕鱼的 你教他高达很好 他一辈子受用 对不对 但是以后他如果不是捕鱼的呢 就没有用啊 所以其实还可以更好一点 我们教他那个核心的部分 能够通用在各种领域的核心的部分 那后面提醒一下 就是前几天刚那个中央团 刚放出来的内容 那吴奇老师有做了一点整理 把它变成图像化 就是我们AIGC要放在教育里面 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 内容的偏见 讯息的多样性会局限 因为受限于他训练的资料 然后来源有时候需要验证 然后这个东西到底对不对 那个你要训练学生批判思考 所以并不是说有了AI之后 就不用学习那个领域的专业 还是要 因为你有那个专业 你才能知道他讲的对不对 你才能根据AI讲的 去重组你要的东西 所以AI工具是没有判断能力的喔 所以他学到什么他就讲什么 所以然后他有一些隐私权 著作权的议题 这各位就看一下有资安的漏洞 那资料是可能取得在灰色的地带 所以他比如说我们在生图的时候 他不能宣称著作权 所以你不能说你这个是你自己生的图 然后你就说我有著作权 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那个大模型本身在训练的时候 他可能就参考了一些名人的画作啦 或者是什么厂商 什么漫画的角色啦 这些都已经被融入在里面 他通通训练你不知道 所以你没有办法宣称著作权 然后你就会很容易去伸出一些 有可能会侵害人家的权力的东西 这个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然后现在最近那个Deeperfake很红 为什么很红 跟以往很红不一样 这一次是因为 你会有那个很简单的制作工具的释出 比如说Face Fusion 我们明天会展示一下 一个做出来的东西 你只要在家你有一张照片 然后你去找到一个相关的影片或照片 只要有这两个东西 然后你把那个Face Fusion的软体安装一下 你就可以很简单的伸出这些 假讯籍的图 明天会给各位看很多的案例 然后重点是工具非常的强 强到你根本分辨不出来它是假的 然后很简单就能做 各位你我都能做 明天上完课就会做 所以变成说我们就要开始 教小朋友媒体试读这一件事 要特别的注意 怎么样去分辨 这些素养的部分 然后在使用上 刚刚讲透明跟监管 还有老师要适当的指导 你如果不指导 他就给你乱用 GVD如果没有监管 你不是使用那个有监管的 比如说明天我们讲LLM 那里面很多大王型是没有被监管的 那如果你不好好的指导学生 你把它拿去给学生直接用 他后面跟你说 教我怎么制作炸料 那个没有监管的 会毕无意识的跟你讲 这样就会很危险 或者叫你伸出一些青年图 从此小孩就不专心上课 所以这些东西都很重要 各位可以去 去特别的去了解一下 所以 这地方提醒大家 数学先不要用 然后 私密的东西 先不要放在这些AI的里面去用 然后 小心清拳 像这个就是清拳 为什么 因为鲁夫是那个动漫的角色 你这做的 一看就知道你是做鲁夫 就是清拳 其实就是清拳 虽然你 虽然没有著作权的问题 但是清拳 还有别人做好的GVDI 你就说 不是没有著作权吗 那你做的我可以拿来用啊 那是缺额 人家花了时间 把那个Plant 好不容易做出来 做出一个这样的图片 虽然你不违法 你直接拿他的东西来 你没有著作权啊 我可以拿来用 但是你缺额 人家花了时间 你凭什么可以直接用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跟 跟就是同学讲一下 就是这些 那这个我们明天会做一点展示 这是我 我的照片 这是帅哥的照片 两个合成之后变这样 你看得出那个接缝吗 看不出来 但是我事实上就是变帅了 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是影片 这是金城武 这是什么东西 你看我在上课的影片 直接变成金城武在上课 哇那多有说服力 对不对 你以后会爱上这门课 会 因为那是你的偶像 就这样子 所以网路上有很多这样的影片 那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 那个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照片 它是即使自己的家人 跟你直接视讯 都不能当真 因为明天的Facefusion 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变成说 以后你的家人 还说我妈妈我车祸了 对方要求赔偿多少提万 进入他的会头 我就不会 他就不要把我这个怎么样 然后你一看到 是本人啊 影像是本人 没有错 声音也是本人 现在声闻也很容易模仿 那个随便你几句话 丢到网上去念一下你的声闻 他就可以讲任何事情 所以你必须要做什么事 跟家人约定共同的爱你 或者是说你要确定他本能的时候 你要问他说 你小时候 为了哪一件事做了什么事 你要问他这种很私密 只有他本能才知道的事情 你才可以确定他是本人 不然如果你没有这些事情的话 你就很容易被骗 谢谢 最后 最后拜承各位一下 来 请你到 到最后 最后一页 好 不管是现场的老师 还是线上的老师 来 请你到我们共作的最后一页 经过今天一早的 从那个 我们有一些简单的工具 还有分享说你自己可以怎么找工具 可以怎么应用 还有我们跟你讲说 应用这些科技工具 其实要有一些心法 去使用这些工具 才不会被工具所控制 这些从早到现在 到包括刚刚讲的那些角色化 角色塔 制作自己的GPD 我相信你一定觉得 现在AI很可怕 很厉害 所以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老师 你已经觉得 我没有他不行 他可以帮助我提早下班 可以帮助我有更好的工作品质 更好的这个教学的品质 可以带给学生更大的帮助 对不对 把你的感想写在这边 然后可能 我会建议 像我们这种 血液流充满客家人 血液的这种人 平常很省钱的 这些人 我连那个一个月 六百多块台币都不想付的 一直在找免费的工具的使用的 这些人 有时候 我们 就是 你知道吗 其实我在最近 研究了很多那个 财商的一些 一些课程 就是那些EMBA 那些人到底在学什么 为什么有钱的人的想法 会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就会发现说 我们这种想法 永远都只会是穷人 所以 但是这些东西学校不教 学校不教为什么 因为教育的目的 就是把你塞进某一个职业的某一个坑里面 所以除非你将来毕业了 然后你有去读类似EMBA那种管理学 那种东西 或者你有去学一些财商 他才会告诉你 那个有钱人要怎么思考一件事 所以从那边得来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要跟大家分享 最近华文勋讲的那句话 The more you buy the more you save 就是买的越多 省的越多 这句话是真的 是真的 你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省了一万五 你去买了一张独立显卡 你就可以研究大元模型 你也可以开始玩那些生徒 你知道那个背后有多大的应用跟伤筋吗 如果你拿他来赚钱 钱的确是很好赚 那平常舍不得花钱的老师 有时候我们去那个AIGGC的那些社群 看到很多老师在分享一些课程 有的免费有的付费 那免费的课是为了吸引你 这个东西很有用 那付费的课程是因为他讲得更深入 那如果你觉得你需要 他可能一堂课一千块两千块 你可能会觉得很多 我们现在会觉得很贵 但是你想一想 如果你是先期的学习者 先期的导入者 那你一定先会 那先会的话 你看我们教育界现在这么需要 我要找谁来当讲师 我一定是要找那个会的人来当讲师 那你会 我知道你会 我找你来当讲师 你看一个终点 内聘一千块 外聘两千块 你一天的课六个小时 你就内聘至少赚了六千块 我就可以去学六次 三次的外聘的那种要付费的课 那你学的越厉害 你就可以接到越多的课 甚至你可以延伸一些商业的想法 所以甚至我不知道现在到底能不能 我到现在还不明白 我到底可不可以在外面补习 虽然说那个奸差的办法 已经开放了 我真的不明白 因为那个解读是法官在解读 不是我在解读 我看法令实在看不懂 所以如果万一可以开补习班 可以兼课 我可以在外面开课的话 各位不要客气 不要犹豫 马上就去开课 你会赚到翻掉 这是风头 那个猪站 即使是猪 站在风头上都能追上天 所以有时候真的不要力 剩到一两千块 一两万块 该学就是要学 趋势来了 你就站在风头就对了 好所以上完今天的课 我想各位应该有很多的想法 不管你要分享什么 从以前的想法到现在的想法 有什么改变 或是你发现 今天可能发现了什么样好用的工具 然后甚至你发现了说 原来找工具这么简单 我干嘛要等人家开课才来学 我就可以自己想要去研究一些 哪些工具可以在我的领域上可以好好应用的 我自己就来当大师 对不对 我想在这个年代应该都是很方便的事 所以黄仁勋还其实还讲了一件事 不要担心AI会取代你 不要担心以后没工作 现在刚好是最好的时代 什么样的好时代呢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去做 以前曾经有过的梦想 没有实现的可能是因为技术的问题 可能是因为环境的问题 可能是因为工具的问题 可能是因为钱的问题 现在很容易 GVT可以很大程度的帮助你 所以你以前不会写程式的 你以前不会做网页的 现在靠GVT学写程式很简单 就可以生出一个网页 所以你想要创什么业 你不知道怎么开始的 来GVT问一下 可能就开始有头绪了 所以这个年代呢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年代 以前不敢有的梦想 现在就把它拿出来试试看 以前环境的东西 现在也拿出来试试看 搞不好就有眉目了 好那 还是请大家 有感想就尽量留在上面 这个作业我会知道会公开 还是会公开分享 会把连结给各位 那各位可以就是像读书会一样 我们都是互相分享一起成长 那我们也会有一些那个社群 各位可以尽量去加入 不要客气 听不懂就听不懂 至少我今天看过一次 知道我有听到这个名词 第一次不懂 第二次不懂 第三次不懂 我多听几次我就知道你在讲什么 那如果有兴趣我就好好的去研究 那找几个好同伴 然后一起研究会比较快 那我想今天的课程呢 就拉着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 那非常的感谢 谢谢大家 明天要上课的就没有来这里 明天是直接上线 明天直接上线 那我再跟各位分享那个 把大家的门槛给敲掉 让大家很简单 可以开始玩那个LLM跟那个大元模型 然后他可以 刚刚那个GPS 你就可以无限使用 然后还有那个 深途的部分 可以无限深途 好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再见 那个如果你有需要实处的老师 请你个别把你的那个 把你的身份证字号跟姓名贴给我 贴给我 然后我再 再请我们那个负责 演习的老师去把各位加进去 因为这一场是不是我们自己中心负责的 所以我需要请我们那个主任去处理 好 那网路上都可以找到我了 不管是脸书还是 还是那个社群网站都可以找到我 要联络我应该不是困难的事情 好感谢大家 感谢 太久没讲课了 中期不够用 谢谢大家 谢谢网路上的大家 不要客气 尽量分享 对了 明天是破除门槛的 所以明天其实也是一个推坑的演习 就是我帮你把门槛拿掉 拿掉之后你就很容易进入这个领域 所以有兴趣的老师一起来研究 因为那个后面的世界很宽广 所以其实是为了鼓励大家进来 鼓励大家进来这个领域 对那个4060 16G那一片是不错的 是蛮建议用在AI领域的显示卡 好像大概一万四千块就有了 他必须用无息分息嘛 所以一个月只要一千块 你可以想一想 我是很会说服人的 一万四千块 你可以用个四五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你无息分息一年 一年的话一个月大概花一千块左右 那如果一千块可以让你的AI的能力 可以在这一年里面急速上涨 然后在未来的四五年里面 可以没有顾虑的使用 他快乐的生土快乐的驾站 快乐的驾那个GPS使用 你看每天都可以提早下班 活得开开心心的 你说一个月花一千块不值得吗 很值得 好 所以大家加油啦